《新一千零夜》每天一个小故事 今天我们讲成语 有眼不识泰山 什么是有眼不识泰山呢? 就好比山东吉思域 宋公民哥哥 到了哪个地方 一开始都很容易被人小瞧 瘦瘦弱弱,长得又黑 又不太会捂刀弄枪 一旦发现,他就是宋江以后 几乎所有好汉全部跪倒在地 拜大哥 小人物 没有认出误会了大人物 这叫有眼不识泰山 或者是 你本来跟他比拼 小瞧他 结果发现他其实 水平远远超过你 这叫有眼不识泰山 但实际上这个成语的出处呢 刚好相反 是大人物 小瞧了小人物 没想到他很有出息 尤其是用在老师错误的 看学生看走眼 呐 永远不是泰山里的泰山呢 他不是山东泰安那个泰山 也不是指岳父 而是指鲁班的一个弟子 叫泰山 我们知道鲁班是中国木匠的鼻祖啊 实际上古时候木匠分很多种 分了七种 叫做 轮渔弓炉车降直 做轮子的 做车厢的 做弓箭的 做这个兵器的 割毛的 木柄的 做车的配件 农具配件的 农具的啊 还有做这个中古这些乐器的 木架子的 那种比较高贵精密的这种木质器具的 这个叫植 酱呢 它是真正是指造房子造宫殿 这个叫酱 鲁班呢 应该是属于这一种 它是鲁国人 我们又叫公书班啊 公书盘 公书子 班书 都可以 嗯 就是因为它是鲁国人 我们又简单叫它鲁班啊 说一个人 喜欢到人家一代宗师 这个领域里面的啊 造诣很高的人面前去卖弄 我们叫班门弄斧啊 这个成语 哈哈哈哈 嗯 鲁班这个人就是非常厉害啊 在它这个领域就是 这个 一代宗师 但是也有这种寄生于和尚亮啊 比它稍晚一些的时候 然后宋国出了一个莫子 莫迪也是特别厉害 做这些木之器具 两个人还经常斗啊 这个相传 莫子花了三年时间 做了一个木渊 结果 飞了一天不到就掉下来了 而鲁班呢 做用竹木 做了一个木雀 飞了三天三夜都没掉下来 哈 就很厉害 就是它的这个 手艺的这种精湛 灵巧应该是超过莫子的 但是莫子呢 他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又能言善辩 就往往鲁班反而会吃亏啊 莫子比鲁班年轻很多 但是就很主张 奸爱非公 就和平啊 而这个鲁班 都已经变成个老头了 他还喜欢从鲁国跑到楚国去 帮人家楚王打仗 去搞那个什么勾矩 发明勾矩 就是跟 长江下游的越国打仗的时候啊 人家那个船是 呃 逆流而上 要退的时候 就是顺水退下去 退得很快 那为了帮助楚国 能够 狙击他的战船啊 给他发明了一个勾 勾锯 想退啊 我用勾勾住你 哈 但是你要是想来攻我的时候 我又可以用这个锯 把你给推开 呵 然后楚王想打这个 这个颂国 嗯 颂国的城墙很高 他又帮楚王造了一个云梯 啊 嗯 莫子知道了以后 从齐国走了十天十夜跑过来 呵 来阻止 啊 啊 反正这个故事我们会单独以后 会再讲一个 就是 只是靠在那里通过 坐下来演习的方式 一个弓一个手 结果墨子发现 啊 啊 鲁班发现不是墨子的对手 而楚王最后打消了公宋的念头 嗯 嗯 所以在这个哲学层面 政治方面战争方面 墨子是战上风的 但是在技巧方面啊 发明 创造方面 鲁班 是战上风的 相传像什么 锯子呀 袍子呀 圆齿 墨斗 这些木工的工具 直到我们今天在用的啊 都是他发明的 所以他老婆也很会发明 他老婆 发明了一个闪啊 闪就是鲁班的老婆发明的 所以鲁班呢 他对 这个 物质、器具啊 这种工艺 他要求得非常严格 名师出高徒嘛 他招了很多弟子 说是也是搞淘太制 就干了干多久时间 就要进行一次考核 啊 然后不过关的就给淘汰掉 传说呢 就有一个 叫泰山的弟子过来 呵呵呵 都已经学了一年时间了 哈 然后做出来的东西 始终不能让鲁班满意 最后鲁班就把他给辞退了 呵 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有什么 让鲁班不喜欢的地方 啊 并不一见得是这个泰山不好 结果几年以后 鲁班有一次出去游玩 在集市边上呢 就看到有人在卖一些族制的家具 做得非常精美啊 好多人围着来买赞不绝口 他很好奇就去打听 问这个这些族制家具是谁做的 人家就说啊 你不知道吗 这个是鲁班的徒弟泰山做的呀 哈哈哈哈 哇 太太知道 然后就发出一个感叹啊 叫做有眼不识泰山 以为不行的一个徒弟 没想到其实原来这么杰出 我是在这个领域的泰山北斗 居然都看走眼了 可能也就是一个比较特殊 特殊的徒弟 也许人家是对这个族制品 特别有心得有想法 对啊 然后鲁班可能都是做一些高大上的东西 也许他觉得你用竹木做那个木渊 三天三夜 非得不掉下来 引发他特别的兴趣呢 想在这个领域专严呢 然后在木制品方面 造房子方面 可能不是很丧心啊 完全有可能 这就让我们想起 孔子也有这样子的 故事看走眼 我们知道孔子有一个著名的典故啊 也是成语叫 朽木不葛雕也 朽木不葛雕是骂谁呢 骂他一个叫 宰鱼的弟子 这个宰鱼呢 就是一个喜欢那种啊 问十万个为什么的那种 放在今天 在老外这里很喜欢这样的学生 但是放在中国的教育体制里面 放在古之后 让老师很讨厌 对吧 不认认真真的听 呵呵 老师喜欢来驳刺我 孔子说 守孝三年 这个宰鱼就非要问 为什么不一年呢 一年我觉得就够了 呵呵 然后孔子很强调 要兢兢业业 对吧 这个 结果这个宰鱼 白天 有一只的睡大觉 把孔子给气死了 就骂他说 朽木不可凋曳 呵呵呵 当时让这个宰鱼 也是孔子很结束的一个弟子啊 能言善辩 后来也很有名气 被列为孔门十则之一 就是叫子我的这一位 除了宰鱼 还有啊 像这个子羽 也是被孔子看低轻视的 仅仅因为子羽这个人 长得挺丑 非常丑 太丑了 孔子就不太喜欢他 不太欣赏他 没想到子羽 后来呢 到南方去啊 很瘦 重用待见 弟子 自己的弟子都达到三百多人 所以孔则晚年 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 吾以 言 啊 取 吾以言 取 宰鱼 吾以言取人 失之宰鱼 以茂取人 失之子宇 啊 我们很熟 以茂取人 失之子宇 以言取人 失之宰鱼 就是来自 这个典故 孔子眼是看走眼啊 所以 游眼不是太三 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大人物 看走眼的小人物 但是到了我们今天 结果我们就刚好 相反变成小人物 误会了 不认识 或者冒犯了大人物 啊 比如我 有钱 有财 有权 有位 有势力 有能力 等等 我们叫他是 泰山啊 游眼不是泰山 泰山 是这个样子 呵呵呵 呃 好像 是有点赔礼道歉的那种啊 或者也是一种谦虚客套 但实际上是 看低 看走眼的意思 从古至今这种事 很多啊 我们经常看到好多大明星 光芒万丈 但实际上他说起他过去 刚出道的故事 陈鸣的故事 经常都会被人家那些导师啊 录取的这些 考核的这些啊 什么导演啊 呵呵 经常会看低 甚至给气哭骂哭啊 那个才叫 游眼不是泰山 到人家以前是个小人物 现在反而变成泰山北斗了 就好像星爷的电影《喜剧之王》啊 一直都是一个死跑龙套的 但始终坚持 呃 临时演员也是演员 即使是路人甲乙丙丁 也一样是有灵魂的 然后那个吴梦达总是看不顺眼他 星爷每次只求一个便当 他都不给 星爷就问为什么 吴梦达就说 你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不配吃这碗饭啊 只是 星爷真实的辛酸过往 但实际上呢 最后啊 香港演艺圈很多当年大佬 都不喜欢看不起他的 星爷现在成为 这个行业里面的泰山北斗 这叫游眼不识泰山 到底能不能ener 来的吧 他不喜欢他 他没解决 他大 Phoenix